同桌100 同桌100 祝你考试100 满意100 同学们好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齐老师 这节课我们要学习的是步编教材 二年级语文下册 第六课 同学们 上课 起立 老师好 同学们好 请坐 同学们看 看看老师为你们带来了什么 好了 同学们 刚才看到这些图片 你想说什么 看着好吃吗 好吃 想吃吗 想 那么你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吗 知道叫什么名字吗 不知道啊 好 老师告诉你 他们的名字叫 千人高 好 再读一遍 千人高 他的名字叫千人高 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第六课 千人高 请同学们 听 Guru 听老师 pedosin高 顺手把它披画出来。 6.千人膏 一天,爸爸对孩子说, 今天我们来吃千人膏吧。 爸爸,什么是千人膏? 孩子好奇地问, 需要很多很多人才能做成的膏。 爸爸回答,孩子想, 这膏要很多很多人才能做成, 一定特别大, 也许比桌子还大吧。 爸爸端了一块膏, 那膏看上去跟平时吃的膏没什么两样。 难道它的味道很特别吗? 孩子急忙尝了尝,笑了, 这就是平常吃过的米糕吗? 您给我买过。 爸爸说, 是的,就是平常吃的米糕。 你知道这糕是怎么做成的吗? 孩子说, 是把大米磨成粉做的, 还加了糖。 爸爸说, 是啊, 大米是用农民种的稻子加工出来。 农民种稻子需要种子, 农具, 肥料, 水。 爸爸接着说, 糖呢, 是用甘蔗汁, 甜菜汁熬出来的。 甘蔗, 甜菜, 也要有人种。 熬糖的时候, 要有工具, 还得有火。 就算米糕做好了, 还得要人包装, 送货, 销售, 这些又需要很多人的劳动。 爸爸拿起面前的糕说, 你看, 一块平平常常的糕, 经过很多很多人的劳动, 才能摆在我们面前。 孩子听了爸爸的话, 仔细想了想, 说, 爸爸, 这糕的确应该叫千人糕啊。 好了, 同学们, 请老师读完了课文, 那么你注意到课文里面的生字和词语了吗? 现在呀, 这些生字都从课文里面出来了, 来, 看你能不能准确地把它们读下来呢? 自己先练一练。 好, 好了, 带着拼音, 我们一看就能把它读准去, 是吗? 来,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高高两遍, 预备, 读。 高高特特妈妈买买粉粉堂堂, 这这支支菜菜, 熬熬, 蒜蒜, 萧萧, 牢牢, 笛笛, 怯怯, 硬硬, 注意这里面有一个字, 妈, 在这里它没有飙声调, 读的时候应该读成轻声, 嗯, 妈, 来, 读, 妈, 再读, 妈, 这个一般是用在句子结尾的时候, 它是一个语气词, 你可以给它组个词吗? 给它找个朋友。 加斯说, 妈, 好吗? 嗯, 请坐, 好吗? 还可以组成, 尹音说, 妈, 行吗? 请坐, 对, 行吗? 好吗? 都可以, 其他的字, 你也能给它找个朋友吗? 来, 自己练练, 先说说, 好, 高, 特, 特别, 那好吗? 奶, 冰写, 粉, 面, 面粉, 糖, 水, 酱, 甘蔗, 芝果汁, 菜, 菜, 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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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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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 我们来给它找朋友, 随先来说, 前三个, 睡来, 叶音, 请你来, 高, 高脸, 特, 特别, 妈, 行吗? 很好, 请坐, 来, 这三个, 谁来? 加斯说, 买, 买东西, 粉, 粉, 粉笔, 糖, 糖水, 嗯, 很好, 请坐, 这两个谁来? 手卫龄, 请你来, 蒜, 甘蔗, 汁, 果汁, 很好, 请坐, 来, 这三个谁来? 思琪, 请你来, 菜, 来菜, 熬, 熬夜, 嗯, 熬夜, 蒜, 怎么主词? 蒜, 记蒜, 嗯, 请坐, 来, 后面的, 谁来, 叶音, 请你来, 消, 消瘦, 劳, 劳动, 一, 一确, 确, 确实, 应, 应该, 真棒, 请坐下, 好了, 那我们现在自由的来说, 读一个字, 你给它组一个词, 大家说的可以不一样, 来, 准备, 高, 高点, 预备, 起, 高, 高点, 特, 特别, 妈, 好吗, 买, 买东西, 粉, 面粉, 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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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甘蔗, 汁, 果汁, 菜, 白菜, 熬, 熬, 熬夜, 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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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 消瘦, 劳, 脑洞, 敌, 敌, 确, 确, 确实, 应, 应该, 好, 棒极了孩子们, 我们看看, 刚才我们读到的呀, 是要求我们把它认识记住, 那你能想办法来记住这些生字吗?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前四个字, 这四个字你能不能想办法把它记住呢? 来看, 你想你记住了哪个字, 你用什么方法把它记住的? 你可以用换步手的方法来记, 也可以用加一加的方法来记, 比如, 这个糕字, 我就记住了, 是用加一加的方法, 用米字旁, 加一个羊羔的糕, 就组成了糕点的糕, 后面的, 你记住哪个字了? 用什么方法记住的? 谁来说说? 谁来记住了? 这个字, 妈。 子涵, 你说? 我记住这个妈字, 是用加一加的方法, 首先先用一个口字旁, 加上一个麻木的麻, 加起来就是一个, 好妈的妈。 很好, 请坐, 对, 就用加一加的方法来记, 那么甘蔗的这, 我们可以用想象的方法来记, 甘蔗它是一种植物, 所以上面它是什么呀? 草字头, 对, 是草字头, 我们记住它, 再比如特别的特, 我还可以用加一加的方法, 它的左半部分, 是把牛发生变形了, 把它的第二笔横变成了什么? 提, 对, 变成提, 然后再加一个寺庙的四, 就是特别的特字, 那看下面的这四个字, 我们也可以想办法把它记住, 来看看这个菜这个字, 你想用什么办法把它记住呀? 叶姨你说? 我用的是加一加的方法, 上面一个草字头, 下面一个彩花的彩, 组成了, 加起来就形成了白菜的菜, 嗯, 很好, 请做, 用加一加的方法来记住, 菜, 来看这个熬字, 熬成粥, 熬成枝, 这个字啊, 老师教你们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用想象的方法, 四点底,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火, 只有下面用火, 我们才能把锅里的东西熬成枝, 是不是? 嗯, 来看这个蒜子, 蒜子, 它可以分成三部分来记, 最上面是什么? 竹子头, 中间呢? 下面呢, 是个横, 树撇, 树, 对, 我们可以拆开, 分成三部分, 用加一加的方法把它记住, 销树的销, 也可以用, 记偏旁不守的方法, 金字旁, 加一个姓销的销, 就成了, 销树的销, 很好, 这个声字记住了吗? 记住了吗? 记住了吗? 来,我们再来叫一下它的名字, 高, 高与拜, 读, 高, 高, 特特, 妈, 妈,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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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读, 折, 折, 在这一课里面呢, 同学们还出现了好几个多音字, 这一个字它有两个读音, 我们来看第一个多音字, 好, 好奇, 这是我们文中的词语, 它还有一个读音是好, 好事, 第二个我们文中的词是, 的, 的确, 它还有一个读音, 读轻声, 得好的, 再看这一个, 它平时我们见到它的时候, 它读得, 得到, 在这一课里面, 它出现了两次都读, 得, 还得, 得就是必须的意思, 这个我们文中的词是, 应该, 读一声, 应, 应该, 它还有一个读音, 读四声, 应, 答应, 对, 答应, 还有这个两个读音, 一个是, 种, 种, 一个是, 种, 种, 地, 好, 来, 我们读一读这些多音字, 通顺地把它读下来, 一定要注意, 老师刚才给你强调的, 这些字的读音, 注意, 红色字, 这些字的读音, 还有老师刚才说的那些多音字, 注意读准它的音, 好, 第一个句子, 我想找一个同学来读, 谁来读, 语音, 请你来, 农营种稻子需要种子, 农具, 肥料, 水, 真棒, 请坐, 对, 需要的是种子, 第二句, 谁来读, 加斯恩, 你来读, 糖呢, 是用甘蔗汁, 甜菜汁熬出来的, 甘蔗, 甜菜也要有人种, 好, 请坐, 对了, 很简单的, 甘蔗, 甜菜也要有人种, 这个例王他就读种这个音了, 第三句, 叶姨, 请你来, 就算米糕做好了, 还得要人包装, 送货, 销售, 这些又需要很多人的劳动, 很好, 请坐, 你看, 这里面的这个字就读, 得, 还得要人包装, 我们一起读读这一句, 好吗, 就算米糕做好了, 还得要人包装, 礼拜, 读, 还得要人包装, 送货, 销售, 这些又需要很多人的劳动, 好, 第四句, 叶姨, 来, 请你读, 孩子听了爸爸的话, 仔细想了想, 说, 爸爸, 这高的确应该叫千人高啊, 好, 请坐, 的确应该, 又是两个多言字, 是吗, 读准确, 来, 我们一起读, 孩子听了爸爸的话, 与拜, 读, 孩子听了爸爸的话, 仔细想了想, 说, 爸爸, 这高的确应该叫千人高啊, 好, 生字, 词语, 还有文中难读的句子, 我们都读好了, 下面就请大家用心读课文, 注意, 读准字音, 读通句子, 不添不漏, 不回读, 不来回重复着读, 好, 打开你的书, 请大声朗读, 第六课, 开始吧, 千人高, 今天爸爸回来, 今天我们来吃千人高啊, 爸爸, 什么是千人高, 很厉害我, 只要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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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回来, 想多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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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请你出的歌, 打开你的歌, 爸爸, 跟我们来唱歌, 然后唱歌, 唱歌, 唱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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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这个读音字在本课里面的读音 在本课里面的读音这是一个词对吗 好 李宗盛说 的确 好 请坐 文字 确 确实 确实 文中是 的确 再说一遍 确 的确 好 请坐 这个 思琪 应该 真棒 加斯 糖糖果 好请坐 思琪 萧萧瘦 很好请坐 棒极了 看来这些生字 我们大家都把它记牢固了 来我们最后再把这些生字认一遍 每个字读两遍 不足词 高高特特 高高特特 妈妈买买 粉粉 酱酱 酱酱 菜菜 熬熬 蒜蒜 牢牢 笛笛 雀雀 音音 堂堂 萧萧 真棒 有几个字啊 需要我们把它写下来 这一刻 我们要学会写这样九个生字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它 把这些字和词一起读下来 能 能力 可能 预备 开始 能 能力 可能 桌 桌子 客桌 味 味道 口味 买 买菜 买菜 买刀 具 农具 文具 干 干肉 干心 甜 香甜 甜味 菜 白菜 青菜 劳 劳动 功劳 老师把这些字给他们分了一下类 我们看左右结构的字有三个 分别是 能 味 甜 好 上下结构的字是 买 桌 菜 聚 劳 还有一个是 独体字 它就是 干 干 现在我们先来看干这个字 这个字在写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它的笔顺 来 伸手 跟老师一起疏空 伸手 预备 老师说你跟着老师写啊 预备 起 横 竖 竖 短横 长横 来 再来写一遍啊 预备 起 横 竖 竖 竖 短横 横 读作 干 再读一遍 干 嗯 再看这个字 这个字是左右结构 写的时候我们要注意 这个字的左半部分 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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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 这个折呢 稍微提一点 点 下面月要发生变形了 月的第一笔撇要变成什么呀 对要变成竖 竖横折 勾 它的右半部分 都是先写 撇 再写 树 弯 钩 这两个我们看着一样 但是大小一样吗 上面的稍微 小一点 下面稍微大一点 要拖住上面这个字 对不对 好 这个字我们也伸手 说空写一遍 准备 撇 撇折点与拜 其 撇折点 树 横折够 横 横 树 撇 树 弯 够 撇 树 弯 够 它读作 能 能 再看这两个字 老师之所以把它们两个放到一起 是因为这两个字啊 它们有一笔 是极容易写错的 我们看这一笔是横 勾 再说 横 勾 这一笔也是 横 这一笔也是 横 勾 写的时候不要把它写成横折 一定要写成横 勾 这两个字是这一笔极容易错 还有 这个字最后一笔要写成 点 而不是 那 来看 菜 菜这个字上下结构 最容易错的是中间的这一部分 这个是一个 抓子头 撇 三点 点点 点撇 写的时候 这一树 这一树是下面的木的这一树 跟中间的抓子头是不一样的 写的时候要注意是中间的这一部分 来 我们伸手 疏空写一遍 横 树 预备 开始 横 树 树 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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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撇 横 树 铁 那 独庄 菜 再看这个字 这个字写的时候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这里面是几横 三横 三横 而且这三横写的时候 是不是把这个格填满呢 不是 这个地方要留 对 要留空 它的右半部分要留空 这一横 这三横不要把格占满 来 我们伸手 在疏空写一遍这个字 树 横 折 一拜 开始 树 横 折 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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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撇点 点 好 它读作 月 好了 同学们 现在请大家打开你的书 翻到课后 二十一页 把这几个生字 每个字描一遍 然后在后面 前字格里面写一个 好 请开始 好了 写好了吗 请坐直 同学们 这篇课文里面出现的生字啊 这几个生字 老师又给他找了一些朋友 需要我们大家来读一读 记一记 首先请同学们自己来读一读 开始吧 出声读 蛋糕 雪糕 面粉 粉丝 本米 干粥 酱 糖 好来 第一组 找同学来读一读 加斯请你来 蛋糕 雪糕 糕点 好请坐 注意 这个是我们没有学过的生字 蛋糕 与拜读 蛋糕 再读一遍 蛋糕 好一起读这三个词 蛋糕与拜读 蛋糕 雪糕 糕点 好 来 第二组 谁来读 尹姨 请你来 面粉 粉丝 粉米 请坐 注意 粉这个字啊 老师又给他组了三个词 我们一起来读 面粉 预备 读 面粉 粉丝 粉米 好极了 来 这一组谁来读 尹姨 请你来 甘蔗 蔗糖 蔗农 很好 请坐 注意 蔗读四声 甘蔗读成四声 我们平时有的时候 把它读成轻声了 甘蔗 蔗糖 蔗农 也就是种甘蔗的 对 种甘蔗的农民 就叫蔗农 来 一起读 甘蔗 预备 读 甘蔗 蔗糖 蔗农 好极了 最后一组谁来 收尾宁 请你来 劳动 勤劳 疲劳 很好 请坐 注意 这一组词当中 这两个声字 我们都没有学过 是我们新认识的声字 勤劳 读 勤劳 再读 勤劳 这个 疲劳 请再读 疲劳 疲劳 勤劳我们都知道 是说一个人干什么事 怎么样啊 勤快 对 非常勤奋 非常勤快 我们就说他 勤劳 那疲劳呢 你说尹尹 很累的意思 对 就是很累 请坐 很累了 干事干了一天了 觉得非常劳累 就叫什么呀 疲劳 来 一起读 劳动 预拜 读 劳动 前劳 疲劳 好 好极了 同学们 这些都需要我们 把它记下来 这些词 我们平时 只有多积累 慢慢的 我们会认得声字 越来越多 同学们刚才 已经读过了课文 我想问问大家 你读过课文之后 知道不知道 千人高 其实是什么呀 快速看看课文 千人高 其实是指什么呢 谁找到了 尹尹 请你说吧 需要很多很多人 才能做成的高 就叫千人高 是吗 他还有一个名 就是我们生活中 好 请坐尹尹 尹尹找到了这句话 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大家 千人高 其实是我们口头上 说的什么 一起说吧 什么呀 米高 对了 千人高啊 其实就是我们 经常吃到的米高 那为什么 不说是米高 而文中的爸爸 把它叫做千人高呢 这个问题 我们下节课 再来学习 好 这节课 我们就上到这儿 孩子们下课 起立 老师再见 同学们再见 请坐